台电人员在屏东河滨公园检修供电设备 为迎接10月10日国庆焰火在屏东 并协助台湾设计展相关电力供应 台电屏东区营业处从8月开始投入近200人次 在各活动场地施工及强化供电设备等作业 并成立2019国庆焰火相关活动的稳定供电小组 屏东河滨公园台湾设计展展场都派有维修人员进驻待命 如有停电事故可及时处理 协助皮诺县政府办好活动 台湾设计展还有那个烟火台的观景台的临时供电 那我们投入了100多名的人员 在短时间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它完成 电的公司接到人物后 所有人力和无力都来在这就定位来完成 这天10月接到可以顺习 顺利完成 国庆这天的用电 供电的品质可以更好 完成10月接到的任务 除了稳定供电外 台电在县府招募台湾设计展及国庆焰火志工的第一时间 处长胡忠欣及号召同仁踊跃参与为自己的家乡贡献心力 共计有112名员工投入国庆焰火志工服务团 是企业团体第一名 县府特别就近在台电屏东区处办理志工讲席 大家都专注地聆听活动注意事项 希望以热传服务的心 让游客都能亲身感受到屏东的美好与热情 我是台电南牌16号严正副 我来自屏东 国庆焰火在屏东 我将以台电志工的身份来服务各位 希望大家能来屏东 跟着公司的志工团一起出去 为做志工的服务就非常的棒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屏东参加国庆焰火 台电屏东区营业处也是屏东县的议员 所以说我们这次是以不单单是以企业 社会责任的角度来切入 应该我们是家里一份子的角度来办理这件事情 那也感谢各位志工的积极的参与 胡中心表示台电员工及眷属 携手投入国庆焰火志工行列 有很多是夫妻党与全家报名参加 台电排球队更是全员参与 台电以家里办喜事的辛勤权力支援 一起投入这场盛会 发挥企业社会责任回归民众 为社会尽一份心力 台电国庆之弘 我平方 我骄傲 贫图休闻 张如意 柳建荣采访报道